打虎顾礼 信义张秋 赶个年级 品味生活 今天的第三站 咱们再去辽城洋谷 黄河与大运河交汇的 张秋古镇转一转 南有苏航 北有林璋 赶黄河大吉 品运河文化 今天我们来到 运河古镇 张秋赶大吉 画手术令港桥 表演表浩海 温浪 刚进年级口 一股带劲的 山东快书表演 就映入眼帘 作为曲艺类的 一种表演方式 2006年被列入 国家级非夷名录 我刚才说的就是 《无双大户》这个片段 你看咱们张秋 十分大吉 来这么多的人 每个人都是 规规矩矩的 收住自己的分分 想到处理说 我不希望 无双赶回 哪有一个小子 他不行 他在回事上瞎逛当 我说的就是 当年的那个片段 逛吉是品美食 赶个大吉 自然少不了 亲自去尝尝 当地的特色美食 你拿的这个 还造型挺别致的 也很好吃 是 师傅 您家这个 一共有多少种糕点呢 我们家有20多种 米山岛 这是菊花冰 这是李子酥 我们家 现在 有一百多年了吧 然后串通的 这个手工纸锅 这磨真大 很烫的 这个锅还是 我也能摸出来 这个磨 非常酥的 对 四大 它大概有多大呀 有四斤多 有四斤多 赶雷上午的急 抵不过一碗 张秋炖鱼的诱惑 老板来碗炖鱼 您用的这是什么鱼呢 这是这个 黄河鲸鱼 张秋的大小河流 与黄河相通 为鱼类的滋生 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几代人研制出 备受时刻欢迎的 张秋炖鱼 而且 壮模张秋炖鱼的制作工艺 还分别被评为 杨谷县第一批 第二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 壮模配炖鱼 是咱们张秋老百姓 最地道的吃法 是 年根底下 吃上这样一碗 热气腾腾的炖鱼 年味十足 年年有余 大红灯笼 高高挂 一眼望不到头的街上 满满当当 感激的民众络绎不绝 叫卖声吆喝声 此起彼伏 让大吉年味十足 一座城市最有烟火器的地方是哪里呢 肯定是年货大吉 一个个摊位堆满的 不仅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联福字和年化 也更是我们每个人 对新年美好生活的希望 generosi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